今天教老铁们做年夜饭的第26道家常菜 这是一道年夜饭上的热门菜品 酒店卖128 过年做上一道特别有面子 8块钱一斤的五花肉 冷水下锅 加料酒 葱段 姜片 一个大料 一小勺精盐增加底味 开锅转小火煮30分钟 煮好以后给它捞出来 扎上一些小瘾 防止崩油 涂抹上老抽上色 五花肉皮朝下下锅炸 大概5分钟 放在凉水里浸泡10分钟才是出虎皮的关键 浸泡好的五花肉 用刀切成薄薄的大厚片 每天都用心地分享年夜饭 给我点一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感谢大家了 切好以后加葱姜和大料 半勺生抽 老抽调个颜色 再加少许的蚝油 半勺腐乳汤 少许的鸡精和白糖 煮肉的圆汤加一勺 把五花肉抓匀 然后整齐地摆放在碗里 梅干菜我选这种无杀无尘的 吃着干净 吃着放心 浸泡10分钟 攥干水分放在肉汤里 抓匀放在扣肉碗里 封上保鲜膜 上锅蒸60分钟 汤汁不要丢 打上一点包茄 更加有食欲 或年做上一档梅菜扣肉 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特别好吃 喜欢你也试试吧